杜蘇瑞接近臺灣 花東恆春半島 迎封面威脅最大 氣象局24號晚間8點半 發布海景 路徑上確實比早上的路徑 又再稍微往遠離 臺灣方向修正一些些 到了明天的晚間 我們可以看到浪高 進一步增強 在東海岸有機會來到 五米以上 杜蘇瑞結構扎實 中心變得清晰 預估會再增強 接近中台上線 周二開始受外圍環流影響 周三東半部局部 豪雨 周四整天 影響最劇烈 南臺灣被暴風圈掃過 整片呈現紫暴狀態 嚴防致災雨勢 周五過後附近水汽人多 南部地區雨勢還不會停 就已經會帶來很多的雨 登陸是直接破壞颱風中心的 所以會讓颱風的這個 減落非常的明顯 如果說它沒有登陸 它的減落就比較慢一點 通常南部在遇到 東南邊來的颱風的影響的時候 通常颱風會先經過 受到中央山脈的屏障 所以風雨會有一點點阻隔的作用 路徑假如沒有受到陸地的破壞 而是從西南方近海通過的話 對南部的衝擊當然也會比較大 除非杜蘇瑞繼續往南偏移 遠離臺灣 否則以目前路徑預測 颱風中心即使不會直接登陸 擦邊而過 風雨依舊可觀 三連新聞黃燕傑 增加 宣傳SNG小組 台北報導